哪一天就是會有一些 下半身的福利或什麼 等了快三年 大家敲碗敲撈破的 《想見你》電影版 台灣終於要在12月30日上映了 今天這麼久又這樣合體一起出來 感覺怎麼樣 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也有一種突然的感覺 有點突然的感覺 對 就是有一種 好新鮮的感覺 反正就快無法合作 我覺得這次的時空的設定 有一點不太一樣 算是多重宇宙 同時存在 然後也可以看到 我覺得在劇版裡面有些遺憾 可能會在電影版裡面得到圓滿 但會不會有新的遺憾呢 不知道 沒有 沒有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升級啊 我覺得反而是 就是 覺得看到自己演高中生 有點想要握緊拳頭的 寫在旁邊OK 沒有但是我 不是 我沒有這樣講啦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姐穿高中制服還是非常OK 還可以擋 對 其實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非常不好意思 我看到我穿制服的畫面的時候 我在位置上這樣 就覺得 哇 好啦 希望 希望觀眾不要太介意 我回家是穿制服啊 沒有啦 我開玩笑的啦 我開玩笑的啦 所以平常有這種 我開玩笑的啦 他有跟我聊過就是拍戲狀態的這個事情 但我本人是沒有發覺 我自己沒有特別的感覺 我想說應該不會有差到這麼多吧 要上大螢幕 面對各種搶檔片 光看有沒有要祭出粉絲福利 獎勵獎勵支持他的大家呢 哪一天就是會有一些 下半身的福利或什麼 沒有 要上半身交給你老子 看票房他們一個負責上半身一個 不是啊 我是說 可能柏玉可以 可以帶大家做一些下半身的運動 對就是做一些運動這樣子 運動運動 因為天冷大家需要運動 過來 可以幫我來做一些運動的 那就不再做一些運動的 很快 快點 照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